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球哥说频道 美国大兰今下的奥运会之旅引发了无数球迷的热议与讨论 虽然这支球队被誉为复仇者联盟战队 但实际上真正称起这支球队的是三位核心成员 海文多兰特斯蒂芬库里和勒布朗詹姆斯 尤其是库里和詹姆斯这两位历史级别的伟大巨星 他们首次在全明星赛之外作为队友并肩作战 这唯一成为了本届奥运会的最大亮点之一 球迷们一直梦想着能够在NBA赛场上再次看到詹姆斯和库里联手 想象着他们以队友的身份共同夺得一座NBA总冠军奖杯 为各自的传奇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 詹库联手的可能性微乎其位 首先两位球员目前都背负着各自球队的合同 这使得他们在短期内很难合体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其中一方或双方申请交易 但这一可能性也极为渺茫 毕竟詹姆斯和库里分别已经年满39岁和36岁 他们都在各自的球队拥有崇高的地位 并且很可能会在这些球队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最近发生的一件插曲让詹姆斯和库里联手的传闻 再度成为媒体和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斯蒂芬·库里一直以他对真正勇士队的忠诚而著称 他的Xgram个人简介中自豪地展示着勇士后卫的头衔 头像也通常是他身穿勇士队服的形象 这些都强征着他对这支球队深厚感情和无条件支持 然而近日库里却悄然删去了与勇士相关的信息 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 更引人注目的是 库里在同一天发布了一张与勒布朗詹姆斯合作的图文 这无疑为外界提供了更多的联想空间 虽然这一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库里即将离开勇士 但至少透露出他对勇士管理层的不满情绪 这个举动让人们不禁猜测 库里是否对球队的未来感到不安 勇士队惊吓的操作并不如人意 他们未能成功引进保罗乔治和劳里马尔卡宁 这两位有潜力改变球队命运的球员 此外库里多年的好搭档克莱汤姆森 也在这一过程中离开了球队 这对勇士和库里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尽管球队随后得到了凯尔·安德森 巴迪谢尔德和德安东尼·梅尔顿三位球员 但他们的加入并未真正解决勇士 对缺少第二得分手的核心问题 球队的称容深度和整体竞争力 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 库里在一次采访中曾暗示 离开勇士并非不可能的选择 特别是在球队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他提到如果勇士队变成垫底球队 他将会很难坚持下去 这些言论显然透露出库里对球队管理层 失去信心的可能性 如果新赛季勇士仍然无法进入球赛 库里是否会继续信任这支球队的管理层 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 其实早在上赛季 一笔有可能引起全联盟轰动的大交易 就曾接近达成 今日知名记者Mark Stein透露 胡人在2023-24赛季的交易截止日时 曾与勇士认真讨论过交易勒布朗·詹姆斯的可能性 消息人士称两队之间的谈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这一度让人们觉得詹姆斯有可能转战弯曲 据报道 勇士老板乔·拉克布与胡人老板珍妮巴斯之间进行了对话 而勇士队的明星球员德莱蒙德·格林 也积极推动的这笔交易 决心说服詹姆斯加盟勇士 然而根据斯坦恩连线的Mark Stein报道 Clark体育的CEO兼詹姆斯的经纪人李基·保罗 最终劝阻了双方放弃这个念头 保罗的顾虑主要在于他希望詹姆斯避免 因为职业生涯第四次换队而可能引发的负面反响 在詹姆斯辉煌的职业生涯中 他曾效力于克里弗兰骑士两次 迈阿密热火队和洛杉矶湖人队 这一经历跟他的假想敌迈克尔·乔丹 效力过的球队要多 乔丹在他的15个职业生涯赛季中 13个赛季都效力于 芝加哥公牛队只有在生涯末期 短暂效力于华盛顿乌施队 而另一位常被人提及的历史最佳球员候选人 卡里木·阿布杜尔·贾巴尔 则仅在公路和湖人效力过两支球队 与此同时 科比布兰特和斯蒂芬库里 这两位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球员之一的明星 他们的整个MBA生涯都只在一支球队里度过 科比效力于洛杉矶湖人而库里则是金州勇士的代名词 这些例子表明尽管在现代篮球中 球星换队已经变得更加普遍 但公众仍然期望顶级球员 能够在一支球队保持长期忠诚 说实话 多兰特风评不佳 这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尽管多兰特无疑是百年一遇的天才 他在NBA赛场上的天赋和表现无人能否认 但他的职业生涯却因频繁更换球队而备受争议 在他的NBA生涯中 多兰特已经为四支不同的球队效力 从2016年开始他更是更换了三支球队 因此尽管他被视为历史级的伟大球员 但他同时也是批评的焦点 多兰特的这种行为 使得他在很多球迷眼中更像是个雇佣兵 而不是一支球队的基石 多兰特的决定总是引发热议 尤其是在2016年他加盟了已经强大 并且拿过总冠军的金州勇士队 这一举动被很多人认为走捷径获取总冠军的行为 尽管他在勇士队获得了成功 拿到了总冠军戒指 但这一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 他在球迷心中的地位 许多人认为 多兰特为了赢球而选择加入一支 已经具备争冠实力的球队 缺乏成为球队舰队基石的意志和耐心 由于这些负面舆论 多兰特的形象也因此受到影响 他在公众面前变得更加敏感和易怒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他常常因为批评而与球迷发生争执 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与部分球迷之间的隔阂 多兰特的职业生涯虽然辉煌 但也因这些争议而蒙上了一层阴影 相比之下 如果勒布朗詹姆斯选择离开洛杉矶湖人队 他的处境可能不会像多兰特那样 引发如此大的风波 毕竟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已经无可挑剔 他在不同球队的成功和他作为领袖的表现 使得他在球迷心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然而如果詹姆斯选择加盟金州勇士队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与杜兰特类似这样的选择 无疑会引发巨大的争议和批评 球迷们可能会质疑詹姆斯是否 在追求总冠军的过程中选择了捷径 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他的职业生涯遗产产生影响 说到詹姆斯与勇士队的恩怨情仇 库里与勇士队被广泛认为 是詹姆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对手之一 这种对立的形成主要源于 詹姆斯在总决赛中多次与勇士队交手的历史 詹姆斯对阵勇士队的总决赛战绩是一胜三负 这一记录显然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大遗憾 与此同时 杜兰特·库里也在这些对决中确立了 自己作为这一代最具影响力的球员之一的地位 尽管詹姆斯的荣誉式中有更多的奖杯 但库里的比赛风格和技术特点 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整个NB的打法 库里的三分球革命 不仅让他成为了一位标志性人物 还对联盟整体战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在进攻空间的利用 还是在速度节奏的控制方面 库里都重新定义了现代篮球的打法 如果詹姆斯和库里联手这一组合 无疑会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中 引发球迷的巨大兴趣 在这种汇聚了美国最优秀篮球运动员的舞台上 两位巨星的合作是令人期待且合理的 毕竟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荣耀 然而在NBA这个竞争激烈 充满个人成就追逐的舞台上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詹姆斯和库里之间的竞争 不仅仅是为了总冠军 更是为了争夺这一时代的霸主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 李奇保罗的决定 或许帮助詹姆斯避免了一次可能的舆论风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